重磅消息,足协杯决赛首回合的执法主裁已敲定,曾执法世界杯决赛11月21日。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媒体Pedrobo的消息,乌兹别克斯坦名少拉夫上伊尔玛托夫,受邀执法本赛季中国足协杯的决赛首回合比赛。 据Pedrobo记者了解,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裁判组受邀,前往海外执法,已不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。 乌兹别克裁判坦塔谢夫作为主裁判执法,了吉尔吉斯斯坦,0-4不敌日本的比赛。 此外,伊尔玛托夫也收到了执法中国足协杯比赛的邀请,拉苏罗夫和赛多夫将作为他的助手一气前往中国,他们将会执法的是11月25日北京国安对阵山东路能的比赛。 伊尔玛托夫出生于1977年,连续三次执法世界杯决赛圈比赛,五次获得亚足联年度最佳裁判,近年来也多次受邀执法中国足协的比赛。 比如今年恒大VS深花,国安VS重庆的比赛,更多的精彩内容,敬请关注小编。